第一次 腰子這邊要抓好 好不要抖 好不要抖 曹偶師拿著細藕仔細教學 民眾聽得認真 老師我這一鐘有五時間 你拿錯了 再來放掉蔥拿一次 放不掉 老師一個口令 學生跟著做 細藕過然動了 做一個烘烘的音 布袋戲口白怎麼唸才有味道 操偶師也親自傳授 布袋戲是台灣重要傳統藝術 許多人被長中戲滋養長大 在嘉義創立的三妹堂 創意木偶團隊成員就是如此 布袋戲它是木頭雕刻的 它臉部不會有表情 可是它會用眨眼睛 有眼淚或者是手指握拳等等 這些細膩的動作來表現它的心情 三妹堂是一群來自不同領域 都熱愛布袋戲的好朋友組成 致力推廣布袋戲文化 目前已經創作了兩百多件 進攻布袋戲 三妹堂也曾受邀到日本 德英法等多國展覽及表演 他們也是台灣第一個 以舞台劇形式 演出布袋戲音樂劇的團體 二零一九年還投入拍攝 布袋戲電影 三妹堂不對外募款 所有表演也不盈利 免費提供給大眾觀看 靠的都是一股熱情走下去 配合時代變遷 求新求變 用自己的方式繼續走在 掌中戲藝術推廣的道路上 華視新聞 我和宋文娟陳建邦 榮浩貝轉題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勵鼓勵